尽管家訪路途顛簸 沈陽慈濟之功不受影響 第六年帶來祝福關懷 卧病在床的奶奶 兒子過世 經濟失去支柱 慈濟幫助孫女向學 張奶奶住在機場旁 平常省吃儉用 孫子能繼續讀書 是家裡的希望 有心臟的疾病 但是孩子特別的要強 她是不能熬夜 然後也不能上火 但是她包括在書信過程當中 我也是在開導她 然後她也是非常能夠自我調節 助學生媽媽看到志工來 特別親切 拿出慈濟之前送的被子 這份情一直放在心裡 95年他們的家庭 也因為發大水 房子土地都被沖掉了 已經走了 家一下子就一貧如洗 慈濟的師兄姐姐們來到這裡振災 然後給他們家也送去了一些救助的物品 那個孩子的媽媽 講起來她就很興奮 然後感覺這個整個過程 慈濟的這個房事活動 非常周密的 各種計劃呀 各種人員 然後物資的準備呀 然後我們的慈濟 護員師兄師姐 就是各樣工作那種配合呀 助學生家訪 志工的心靈也有成長 自度度遠 單一新聞知識美志工 張祺同呂全 遼寧報導